直擊驚險車禍 新雷士樹林有騎士跨越雙黃線 違規迴轉撞上了對象騎車 雖然車速沒有很快 但是這一撞 沒想到對方送医之後 竟然是傷重不治 離譜的是 在第一時間 違規騎士竟然還肇事逃逸 另外在高雄 則是有B&W轎車 逆向猛撞了三部車 完整大馬路車輛來來往往 但這輛黑色B&W轎車卻一路狂衝 只是越開越偏 一路衝過了雙黃線 都對上去 猛撞三台車 造勢黑車左前車頭中的面目全非 車輪也變形 事發在高雄市左營 自由三路與重立路口 警方到場處理 開車的將心架實 竟然說自己開車開了謊神 不小心才亮了火 其中三人心傷 一人因安全氣冷 坦胎 造成胸口不適送医 所幸均無大愛 精神不濟 開車衝對上 幸好沒有釀情 嚴重傷亡 不過在新比市樹林 這起離奇車禍就沒那麼幸運了 監視器拍薩 有騎士在路口突然迴轉 撞上對上另外一部機車 這麼一撞 兩車都倒地 只是沒想到趙氏駕駛竟然馬上離開現場 雖然他車速沒有很快 但被撞了68歲紅姓男子 送医後卻不幸身亡 警方獲報 巡線終於逮到這名趙氏逃逸的騎士 他居然說是因為撞了車實在太緊張 低時間才會逃 本文局查訪後 得知趙氏車號隨即通知張姓趙氏 道案說明 信後依過失致死 移送新北地政署偵犯 趙氏逃逸就是不對 闖禍又造成對方喪命 現在被依過失致死罪邪 依法守備 接著綜合報道